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邓宏说法节目 我是美国联邦律师邓宏 让我们自法说法据理力争 朱利安尼这位可以说 曾经是美国的英雄的人物 在这个星期被纽约法院停止了 他的律师执照 当然他的律师执照的话 很有可能在纽约州会被完全雕销 同样的Washington DC 另外这个地方他也有执照 也有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 今天我想截读一下子 朱利安尼他的执照是怎么回事 当然朱利安尼这一位 可以说是这个传奇性的人物 他曾经是纽约市的前市长 之前他是检察官 曾经在纽约市曼哈顿地方的话 担任联邦的检察官 起诉了纽约最大的一个意大利黑手党 以后出名 后来的话他竞选市长担任 尤其是在911事件暴动的 恐怖分子司机美国的时候 他的领导才华 以后让大家感觉到 他应该可以当竞选总统的 他的探了后来他没他曾经试图要竞选总统 后来放戏了 后来他加进了一个美国很大的一个 律师楼 叫做Greenberg Torret 在单约里面的partner 合伙人 当然大部分这些政客在当选 完了之后 这个政治人物 他因为有很多朋友 有很多关系 所以他往往加进大律师行 变成合伙人的话 他主要也变成一个所谓的Rainmaker Rainmaker就是带案子进来的 接案子 也会接的案子的话 他pass给他的合伙人坐着好了 所以但是在2019年 他带了个客户 就是川普 成为这家大律师行的时候 大律师行因为觉得川普的争议性太强了 所以的话就不要川普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离开了大的律师行 自己在2019年成立了自己的 朱利安尼律师事务所 在大选过程之中 他为川普的辩护 可以说是不为余力 并且的话也可以说是不择手段 所以被三百 三千一百多名的律师的投诉 他说这样子他这样子做口述无凭 在法院提供假的证词 应该丢我们律师的脸 除了这个之外的话 也有很多其他的两个投诉案 一起投到了纽约州的律师公会 每一个州都有一个state bar来管理 state bar的话 他基本上是属于政府官方的管理 这个执照的话 任何一个律师要从事法律 是这个行业 必须要有州政府的律师公会 所通过 如果没有这执照 你不能够作为律师 当然在这过程之中的话 律师公会对律师的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 我们看一下子的话 纽约州律师公会 它的纪律委员会 向纽约律师 因为在代表川普总统 2020年选举过程之中 都违规了情形 他们的话提供了 他说法院有资格来取消 叼销中止律师的执照 在过程之中里边的话 所有的律师必须要遵守 律师职业操守 在纽约州也不例外 纽约州里边的话 他有职业操守法律规定3.3 他规定的话 任何一个律师不能够明知 shall not knowingly 明知道而故意的向法院的话 提供假的证识 所以的话 这个是3.3 4.1的法律规定里边的话 在代表过程之中 一个律师的话 不能够向第三者错误的解说 明智顾犯的 来向他人解说 误导他人 第8.4 向规定 任何一个律师 或者律师楼不能够 有牵涉到任何不诚实的 欺诈的 还有是欺骗的话 这个误导的这种行为 评写的话不能够有任何行动 让别人感觉到的话 这个律师影响到律师这个职业 所以以这三条条款的话 这个纪律委员会要求 这个法院 马中止 马上停止 朱利安尼的执照 不能够让他继续来提供服务 因为他说这样子会危害到 这个社会 还公众的安全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他提出一些具体的一些证据 在这33页的文件判决书里边的话 法院的话也是认同 朱利安尼在几种情况之下 里边的话 有一些不当的行为 第一种他就提到的话 在Commonville 在Penn州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选举过程之中 宾州成为一个 最重要的争议点 朱利安尼在法庭上面说 他也是 他说 他说 宾州的话 选举舞弊问题严重 因为他通讯投票里边的话 在选举之前 一共支出了大概180万 但是收回到的话 收回到的话250多万的选票 他说这个部分的话 寄出来才有180多万 收回了250万 所以这是骗的 但是的话 其实真正的话 他的法院 他选务办公室寄出的话 是308万 所以的话不是180万 所以的话 这个数据的话 他也知道 但是为什么 他在法院上面的话 就是说有60到70张的通讯投票 是伪造的 所以他不断在radio上 电台上面 还就是甚至在法庭上也呈现了 错误的数据 所以说这个部分才是违反了 里面的律师的职业操守 同样的在2020年11月17号的时候 他到了Pennsylvania法院里面去 他也是同样的坚持 就是Pennsylvania州里面的话 这些选举是欺诈 但是他在他的提出的诉状里面 并没有说有欺诈 但是在法庭里面的话 他坚称这个选举是欺诈性 是不诚实的 但是没有提供其他的这些证据出来 所以的话他这种的话 他认为是欺骗法院的 以后所以同样的 他也提到里面的话 朱迪安尼在1月6号的时候 在选举在国会暴动之前的 前的几个小时 他也是在会议上的话讲话 并且的讲话的话 推动的话 这些民众的话 冲进国会里面去 所以他用了一个词言的话 就try by comeback try是审讯 by comeback的话是入伯 用手来打 所以的话try by comeback 所以说鼓动了民众去攻破国会大厦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所有这些incident这些例子的话 后来他说朱迪安尼在他不当的使用 他自己律师的执照 以后的话误导了社会 误导了法院 误导了民众 所以这个理由的话 要求他说现在就有很大的危险 要求法院马上终止他的执照 当然法院现在临时停止他的执照 将来的话最后要叼销他执照的话 还是要经过一定的处理程序 所以的话 现在目前朱迪安尼是不能够 以律师的名义来从事任何的工作 当然这个案子里边的话 可以看得出 不单只朱迪安尼 除了执照受的影响之外的话 在过去两三个多月 可以看得出 从4月份开始 就是他的住宅被FBI烧查了 他的手机还有电脑 还有很多文件都落到FBI手上 他们的调查 他在选举过程之前 在2019年的时候 他是否代表了乌克兰政府 来在美国进行游说行为 因为根据法规的话 你代表一个外国政府 你必须要向司法部登记 成为一个外国的代理人 朱迪安尼虽然是律师 但是的话 他还是因为 因为是代表外国政府 他必须要向司法部登记 而司法部现在并没有 他登记成为其他政府 外国政府的这个注册 所以的话 以这个理由FBI正在调查 他是否获取到乌克兰政府的授权 是否成为乌克兰的政府的代理人 同样的是否接受过 外国政府的经经济 这个律师所付的律师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现在法院也因为他是律师 任何情况之下的话 要稍查律师牧师医生 往往牵涉到特权privilege 因为这三个行业是有特权的 律师医生还有牧师 这些的话法院不能够强迫 来打开他们保密的内容 现在的话他们已经单独啊 来指派了一个法官来检查 他是否朱利安的 是否的话接受这个外国政府的委托 另外一个的话 就是在选举过程之中 朱利安里的话 他多次指控了一家电脑软体公司 叫Dominion 他这个计票公司计票的远见 他说这个计票远见的话 是外国政府的 以后故意作弊的 没想到的话这个官司的话 这个证实这家Dominion这家公司 并不是外国公司 是Corelado 一个电脑原体公司 以后他朱利安里并没有提出 任何具体的这些证据 证实选举结果的话 是有舞弊的情形 或者是这个机器受外国政府的控制 所以这家公司的话 他也告了朱利安里 并且要求朱利安里的话 赔偿13亿的资金的损失 当然现在的话 朱利安里的要面临律师执照的问题 这个FBI的调查 还有民事诉讼的话 所以这个部分 他自己的账单 也是越来越多了 他现在的话也求助于川普总统 前总统的话 他在因为选举过程之中 在选举争议性的时候的话 大家筹款大概有2300多万 23 million这个经费 他也希望川普政府的话 能够将这部分的筹款 能够作为他的律师费 因为毕竟的话 他说他是为了川普 为了这些选举的舞弊问题而代表 而现在get into trouble了 现在又有麻烦了 他也希望能够从选举经费里面拿出来 来帮他支付所有的费用 所以说现在律师遇得麻烦以后 他现在也不得不求助于选举 这个活动来替他筹律师费 从英雄变成一个 现在的话卷进了三家三个官司 有的人说他是啥 有的人说他是个英雄 他为了坚持自己的政绩理念 而是做了这些牺牲 所以的话每个人有不同样的见解 好的 谢谢大家收看这一集的邓宏说法节目 我们下集再会